原标题,驻北极俄军部队装备装甲推土机,可在极含天气下使用。 据俄罗斯消息报3月26日报道称,部署在北极的俄军部队装备了专用推土机。 全身装甲的推土机不具榴弹、轻武器和反坦克导弹。 它不仅能修小铺路,还能在敌方火力下撤走装备,推平敌方攻势。 这种全自动机器,能很好的适应北方环境,发动机在零下60摄氏度时也能发动。 俄梅称,俄军部署在北极的作战旅,获得了专用装甲推土机。 俄军在叙利亚的经验表明,部队需要便宜又好用的特种装备。 这种军用推土机的驾驶舱和发动机盖都覆盖了装甲。 车重超过20吨,时速10公里。 这种推土机专为北极作业进行了改造。 能够在零上45摄氏度,至零下60摄氏度环境下,完成大型掘土任务。 厚达20毫米的装甲,能抵御子弹、弹片、航空炸弹和反坦克导弹。 驾驾驶舱和侧门安装了防弹玻璃,为驾驶员提供工作需要的事业和安全保障。 图为俄军军用推土机。 未来,这种军用推土机,或将加装防御破甲弹和反坦克火箭弹的防护栅栏。 叙利亚经验表明,这种混合型护甲,能大幅降低人员损失,有效执行作战任务。 报道称,这种推土机的主要任务,是快速修筑防御工事,设置土围、落地等简单工程障碍。 此外,在战时挖土填坑,轻障修路,也需要他们。 在和平时期,该型推土机,则可参加应急救援行动。 身披重甲对机器的基本性能影响不大。 相反,装甲还能保护驾驶员,不被青岛树木和残砖破瓦所伤。 俄梅人尹俄军事专家谢尔盖苏洛夫的评论称, 这种机器在中东地区被广泛使用。 当然,北极没有接累,但它可以用来清除雪堆和兵修。 全世界很多军队都装备过推土机。 美军在越战时期,曾广泛使用这种机器,来清理有热带丛林的地段。 在伊拉克战争的准备阶段,美军向以色列购买了12辆装甲推土机, 用于工程作业。 以色列对美式推土机进行了重大改造,在车体上加装防护装甲和防弹玻璃。 改装后的推土机还可以外挂直接从驾驶舱控制的烟幕弹发射器、机箱和榴弹发射器。 成员有两人,包括一名驾驶员和一名射手。 原标题,在我军信息化建设大潮中,边海防信息化管控能力不断提升。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,与时俱进打造信息边关,加速构建具备边形感知、指挥控制等功能。 覆盖边境要点的信息化边防管控网络,发挥党政军警民联防机制作用。 军地协同开展联合封控、联合清边、联合治理。 综合运用无人机、战场侦察电视、边防监控系统和地方公安偏眼系统获取情报。 通过网络平台实现精准化管理。 山高路远的千里边关,变得可视可控。 哨兵在边境上所站岗警戒。 多个边防营联正组织边境封控演练。 边境口按通道的人员车辆有序进出。 在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作战值班室内。 值班参蒙王立,通过一块块显示屏。 将部队辖区实时情况尽收眼底。 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不断深入。 在南部战区陆军指导下。 新南边海防部队加速推进信息化转型建设。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。 在战备、训练、管理等方面,均发生了深刻变化。 据了解。 部队编制体制改革以来。 南部战区陆军各边海防旅,以信息化建设为牵引。 加速构建及语音、视频、数据传输于一体。 具备边形感知、指挥控制等功能。 覆盖边境要点的信息化边防管控网络。 他们不断健全完善均地联防联管联控的协作运行机制。 畅通信息化管控链路。 管边控海手段有了质的飞跃。 形成横向贯通、上下联动、立体管控和人防、物防、计防三结合的边海防管控新态势。 在新南边疆的一场石兵演练中。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,注重发挥党政军警民联防机制作用。 与公安、武警等单位迅速实现指挥联网、行动联调。 军地多方力量、协同开展联合封控、联合清边、联合智力等行动。 有效提升了基于信息系统的边境防卫管控能力。 在演练现场,该旅侦察连连长丁宁带队执行侦察任务。 他灵活运用多种信息化侦察手段。 为上级指挥决策,提供大量及时可靠的情报信息。 兵民告诉笔者,综合运用无人机、战场侦察电视、边防监控系统和地方公安天眼系统获取情报。 部队侦察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。 边防部队部署高度分散。 我屡通过视频管理系统、智能手机管理平台、兵员管理系统等网络平台。 积极探索信息化管理模式。 逐步实现了精准化管理。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旅长邹瑞告诉笔者。 随着信息化建设不断完善。 部队管理模式升级换代。 以往山高路远、通信不变的千里边关。 如今变得可视可控。 该旅健全规章制度。 系统规范部队运行秩序。 健全完善新设机构工作机制。 积极探索信息化管理模式。 健强网络平台。 不断拓展管理内容、延伸管理触角。 实现了部队管理和训练任务落实的精准高效。 如今。 在新南边境地区。 一支支现代化边海防径旅经历换与新生。 合力构筑捍卫祖国边境安宁与稳定的钢铁长城。 关磊、鲁伦、中新网1月5日电、罗欣、新年一史。 尖焦某综合训练场战阵集结、硝烟弥漫。 武警部队新年度开训动员在凛冽的寒风中展开。 拉开了新年度实战化练兵备战的帷幕。 武警部队参谋部训练局领导介绍。 全体官兵集结沙场,统一组织开训。 这是武警部队党委,坚决贯彻习主席训词, 和全军新年度开训动员令,持续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。 有效提升新时代打赢能力的重要举措。 领导带头,以上绿下。 隆东的京郊大地,北风凛冽,寒气袭人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 武警部队党委常委,部门领导和机关干部,等4000余名官兵全副武装,集结待命。 用时仅约20分钟的开训动员结束后, 武警部队党委常委和部门领导,随即编程第一组。 率先走向射击地线,进行手枪实弹射击,打响了新年度军事训练的第一枪。 据介绍,他们还将分成六个组,赶赴不同方向部队。 实地检查指导冬季野营大拉链和新年度训练展开情况。 透过视频系统,记者发现在各个野战化分会场,领导干部都在前排列队,带头领事。 打第一枪,投第一弹,影响和带动广大官兵投入训练。 开训即开战,从血域高原到领海血缘,从南国野岛,到汤浪海江,各个部队稳令而动。 处处展现出一派生龙活虎的练兵景象。 开训动员刚结束。 武警北京总队,立即从主会场开拔,登战车,入战位。 迅速投入冬季野营大拉链。 上海附近某海域风高浪急,海况复杂。 海警三万一千三百零一舰,像离闲的舰,一般是离码头。 迎风破浪组织损害管制部署操演等难显科目演练。 湖南某机场战机轰鸣,战程飞扬。 武警某部按照新大纲时训要求。 组织弹实战背景的直升机,多架次集中飞行训练。 尖叫某反恐特战训练场。 正在组织官兵开展成铁反劫持战术训练的中国武警时大忠诚卫士,猎鹰突击对大队长王战军说。 加这,开信,圆。 让我们深受激励。 我们将时刻牢记统帅嘱托。 强化练兵被战倒向。 朝着国际一流反恐战旅不断奋进。 记者从武警部队参谋部训练局获悉。